泡面是许多民众方便吃一餐的好选择 为了让面食口感更贴近现煮面条 在台湾一年销售超过三亿包泡面的食品龙头业者 开创出用冲泡就可以吃的非油炸面体 以专研技术保留完整麦香与口感 就像现煮面条一样 就连冠军面包师傅吴宝春与民厨剪天才 试吃后都相当惊艳 面体我以为是跟刚刚我吃的事一样 结果不如一样 你觉得都有各自的特色 我觉得这真的是蛮厉害的 蛮厉害的 有没有那种亲自到面摊吃饭 面摊老板 直接帮你这样献杀的感觉 还有它的那个胶嘛 就是它就是 那个香气 那蜡它不会 其实我很喜欢那种蜡是 比如说蜡然后入口之后它就散掉 这一款就有这样的特色 温顺的那一首 然后蜡 但是蜡它不会让你不舒服 是很喜欢就是想要一口再接口 辣酱面或者豆食的那种拌面的那种味道 其实它这个整个的味道跟辣味 我觉得都就跟料理一样 我觉得那个平衡是非常的好 打破传统泡面局限的冲泡式非油炸面体 制作成各种粗细不同的面条 搭配旗下五大泡面品牌 推出五款泡面新品 要让消费者简单冲泡 就可以享受现煮面的幸福美味 以泡面来讲的话 台湾的泡面还是以所谓的油炸面为主流 但是我们一直在观察消费者 它在泡面这个领域的一个需求 所以我们在几年前观察到这种所谓的非油炸面 而且是冲泡式非油炸面的一个机会点 所以我们在几年前推出的所谓巷口干面 它是在测试整个市场 那从整个巷口干面的一个销售的数字来讲的话 它每年它成长率都超过三成 所以我们觉得说消费者可能是 也是也部分消费者偏爱这种 所谓冲泡式的非油炸面 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动机 然后再结合我们的以往所专业的 一种所谓的冲泡式非油炸面的一个生产的技术 然后两相结合 才会有今天这样的无款商品的一个推出 尽管台湾泡面市场已接近饱和 但冲泡式非油炸面的年增率却高达三成 业者一连推出五款新品 就是要在泡面市场开拓出新商机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